各位 今集維路時政節目 我們請來文化藝術工作者馬俊偉 跟我們維路聊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維路時政節目 今天我們的嘉賓非常特別 他叫我怎樣形容他 我想想他是一名香港市民 亦是我們文化藝術工作者馬俊偉 你好 馬仔你好 其實我亦是一名九龍仔 沒錯 今天這個訪問 我覺得很生動 馬仔 我們事不宜時開始 我知道馬仔在2018年 在北京大學讀了EMBA 為何你當時會選擇在北京讀EMBA 當時應該是2017年 1718年左右 我去了北京旅行 去看我的朋友 順便說很想參觀北大和清華 誰知道剛好先去了北大 一進到北大 帶我去的我那位師姐 學者 他在北大EMBA不移 帶我去見他們的主任 然後他們就說 小馬哥歡迎你來讀 我說我不是大學生 我讀不到 我說不是的 你試試你報名 其實是interview 因為EMBA他們收生的標準 有些不同 我又不是去考個學位 其實我是去讀一個碩士課程 他們的標準就不同 所以你可以試試報名 報名 然後北大那邊又叫我去interview 我又非常去interview 之後他們又收我 你讀了也有段時間 其實過程中很難忘我的經歷 或令你覺得在你人生中叮聲 整個課程兩年 除了最後那兩個項目 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不能夠飛上去上學 只想望不上課堂 論文答辯全部都是online 所以很可惜最後那兩個項目 見不到那些同學 到現在都未見到那些同學 但我們保持有聯絡 我想這兩年最難忘的就是 有很多朋友以為我是上網科 以為我是online 對不起我每個月飛北京一次 飛上去 我知道你 我每個月是留在北京一個星期 但當然我留在北京 我只留在北京大學 我就沒有出去 但有時會跟同學出去吃飯 有時會過青華打羽毛球 我明明在北大就算 但我走過青華打羽毛球 我們北大我都有去打 我亦有去到北京其他體育館打 因為其實我亦都在北京有工作過 有上過一些節目做過宣傳 所以其實北京我也有一班朋友 所以我想最大的得著和典敵 應該是那份在北京那兩年 那種很真實的生活 那種生活的感覺是很溫暖 很充實 很充實 和我以前亦都在內地不同地方工作過 但我想這兩年 就這麼穩定性地在北京上學 和對著四十幾個同學 五十幾個同學 其實和他們相處都是另一種得著 因為我們內地的電影師妹 和我們香港的生活節奏不一樣 和生活模式和感受不同 思維都不同 因為你知道內地大家習慣做一個群體的生活 我們放學之後他們都會一起 但香港不是這樣 香港放學放工你還找我理你 但我們全班同學很著重群體的生活 就算下了堂都會一起吃飯 一起參與一些活動 所以開頭我都不習慣 但他們都明白我不習慣 因為我都跟他們說我香港不是的 我放了工放了學我就自己生活 因為我有我家庭 但這也要牽涉到內地整個以前的一孩政策 還有去到香港自由的 你生幾個都可以 所以我們香港有兄弟姊妹 但內地我們有很多內地的兄弟姊妹 其實是母親兄弟姊妹 沒有血緣的 但感情就好像兒童兄弟姊妹一樣 因為她回到家 如果她離鄉別井 她回到家都只有她一個 因為可能父母在其他省份 所以很多文化和生活上是有不一樣的 這是需要時間去理解和感受 才知道原來大家有些立點是不同的 但我收到風 你在國內融入學習生活和兄弟姊妹 是很close的 真的跟我們相處得很開心 我到現在經常聯絡我們 我們有幾個群組 另外有幾個北大的同學在香港上海人 不過他們在北京和上海人 我跟他們的相處是close的 我在香港開演唱會他們常常飛下來看 嘩 好厲害 我想問一下你 其實很多年青人對於國內讀書 都有些看法和想法 其實你經歷過 你有什麼想和我們分享一下 鼓勵我們年青人都可以放眼到國內升學呢 我會這樣看 因為不同年紀有不同的理解能力 每個理解能力都可以很高 但不同年紀你理解能力的強度是不一樣 和著眼點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說我馬正衛今天這麼大個人 我重新回學校去北大讀書 對我來說是很求之不得 如果現在是學生的身份 你要他離鄉別井 離開一個熟悉的地方 去內地不同地方讀書 他會不會擔心 我想會 或者他不熟悉的地方 他會不會很害怕 會不會融合不到 會不會整個文化差異等等 其實我會這樣看 其實當你選擇去英國去加拿大 去美國去澳洲讀書都可以 你在內地一定可以 沒錯 你應該更容易適應 因為大家基本上的文化基礎是一致 反而我覺得不要有一個 預設了的目光 因為有時候我自己 其實我未進入娛樂圈之前 有很多時候工作需要 我都會回到內地 但廣東省多些 所以現在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如果年輕人回去內地讀書 他們會擔心會怕 我覺得首先一件事 我們要相信 可能我們認識的未夠深 沒錯 真是未夠深 你去過生活 你去過上海 北京 你去廣州 你真的不明白 現在那個進步 很快速 不單是快速 有很多地方是超越我們想上 沒錯 不代表香港不好 我們在香港成長 我們在香港生活 我們很習慣 這個很合理 但在內地有很多大的城市 就算有些異線的城市 其實他們的發展 比我們想像中超越得太多 但我們未去看 我們沒有放眼去看到 究竟是什麼世界 有時候 不怪得一些朋友 不只是年輕人 很多大人 你沒有去看你都不知道 沒錯 所以我覺得 如果有機會 就去內地不同 如果你害怕 你覺得不熟悉 你去大城市看看 看完再 看完再下定 有自己的判斷 那你就有很多感受 不過很多人都很關心你 其實你讀完EMBA之後 你在香港浸會大學 也讀了一個中醫的課程 讀ING 我想問 為什麼你這麼有動力 去驅使你 在不斷進修自我增值 首先我要先說明 我在目前這一刻 我接受訪問這一刻 我這麼大的過程 我是暫時停學了一年 因為我在今年太多工作 我沒有可能應付到學業 因為每個星期都要上兩天課 我真的很珍惜上學 我不想 因為我自己沒有空 然後令到我的成績差 而至於為什麼我會 很想不停進修 其實我想讀的不僅是中醫 我明年會重新啟動 我這個浸大中醫學的課程之外 其實我還有其他課程想讀 想讀的原因 六個字說完 學然後知不足 其實人你越懂得多 你才知道自己懂得少 跟我們眼界一樣 你看到東西越多 才知道自己懂得越少 所以很想趁有心之年 盡量去學多些東西 去懂得多些東西 我也知道你除了剛才所說 不斷自我增值之外 你更加創辦了一個演藝學校 希望能夠多些朋友 可以一齊跟你一齊 就住你的夢想理想 去做一些東西 其實這個背後的想法又是怎樣 其實可能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兒子你讀書厲害 但我讀書真的不厲害 而且以前我們沒有機會讀 我在我的成長環境 就算我中五畢業 我就算想繼續讀 坦白說整個壓力都在老爸裡 只有爸爸一個人拿馬屎 哪裏給得到我們這麼多個讀書 所以那時候就算我本來可以 繼續考入理工 理工當時是學院 就算我可以繼續考入理工讀藝 因為我本身以前是讀藝術設計 但學費負擔不起 我就毅然出來工作 我出來工作之後 你就會發覺我學歷是比人差的 我只是一個中五畢業生 我還會考不合格 但我身邊很多都是大學生 或者是大專給我厲害 但是否代表我沒用 在我這三十多二十多年 二十多三十年畢業的路上 我幾肯定到不是 成績股之前是重要 但學歷絕對不代表一切 沒錯 學科和術科兩樣東西 如果當我們學歷上不夠被人強 我們可以在其他地方填充 對於我來說 表演藝術對我來說 是改變很大 我覺得表演藝術是可以 令到一個人找到自己的重心 找到自己的力量 找到自己的強處 甚至是可以找到自己最大的自信 然後透過表演藝術 去將自己發揚光大 即每個人都可以在不同的範圍 發揮自己 而不只是在學科 不只是用一個成績去判斷他以後的路 所以我認為表演藝術在未來 我認為很需要幫助一些讀書 就算不是最厲害 或者一些對讀書興趣不大 但他明明的才華是 他真的說話很厲害 他可以成為一個全球的演說家 我們就應該栽培他做演說家 不過我知道你的演藝術很多人報名 有很多不同的年青人 正如剛才你所說 他的學歷未必是他的專長 但他透過不同的平台 發揮自己釋放潛能 我覺得這也是推動我們現在的年青人 可以多些做的 接下來我想問一下演藝術有什麼大發展嗎 馬仔 其實我們剛剛今年才開始 今年年初正式開始收生 但我們前半年依然都受到疫情的限制 所以我們有照開班 但我們開18歲以上的班 起碼他們懂得自己照顧自己 我們都不會因為中小學停學 暫時我們早前因為疫情回到學 我們就不想令他們再要分身 但現在疫情稍為慢慢悶多 我們開始有很多班會開 而我們學校也跟很多傳統的學校 會發生很多合作 除了他們有學生來讀書之外 我們也會製作一些音樂劇 給一些學生參加 除此之外 坦白說香港以外 我們也會有計劃發展 很多發展 除了現在疫情緩和之後 你也有很多創新的想法 是 因為這次我覺得這個疫情 令我們很多事情好像停頓了 但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利用停頓這段時間 去構思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去創造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馬俊偉自己都幾膽承認 我沒有浪費這段時間 雖然疫情期間我們演藝工作 很多都停頓了 但是我沒有停止繼續去寫我的劇本 創造一些新的項目 或者一些新的構思 現在稍為疫情緩和 這些東西就可以啟動 全部都可以推出來 另外其實很多朋友都托我問你 他說阿仔 如果跟馬仔做訪問你 你問一下他的時間管理 為何一個這麼多犯數的人 他的時間管理得這麼好 你有什麼秘訣 這是題外的問題 我兒子 等如我們上次約 我們約聊天也是約吃早餐 沒錯 我真的不是有什麼特別厲害 我想第一就是 我自己真的有過孟徑 我承認我是一個勤力的人 我雖然姓馬 但其實我也不是熟牛 我是熟豬 但其實我覺得我自己真的有孟徑 做牛做馬我也無所謂 反而是另一件事 我是不是善用時間 還有我有沒有真的規劃好時間 我對時間觀念我看得很重 因為我們地上的時間是有限的 怎樣用有限的時間去做無限的事情 你規劃時間很重要 例如我今天坐在那裡跟我兒子聊天 其實我今早6時45分起床 然後吃早餐 然後7時45分出門口 我8時15分回到電視台 因為我現在逢星期一至六 我都要回去教書 我都要教藝份班 教了下午1時 然後吃飯吃午飯 去做開會 做其他工作 然後譬如我現在來做訪問 然後再去處理其他工作 到晚上再回香港電台工作 中間到底我能夠攜多少工作 就要看我自己怎樣鋪牌 還有一班公司的團隊 他們幫我規劃時間很重要 所以盡可能我們要掌握得很準 我經常說期表很重要 千萬不要錯 但是感恩的 至今仍然有足夠 有時候我仍然覺得自己有空 我告訴你 你的時間管理 是我認識你裡面 一個真是最聰明的人 因為你常常明白到 這麼多事情 總是有些機會 例如遲一點 早一點會脫掉 但是見到你在不同方面的發展 都是做到非常之到位 但話說回來 很多朋友都知道 現在其實除了你在電視台 幫忙做藝份班之外 都在港台做了一些節目 其實近來港台不斷被人說 是不是可以有些改革呢 其實你去港台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你有沒有曾經想過 如何可以在這個節目上做好一點呢 馬仔 你們是不是說真的有說話 當然 怕不怕的 會不會剪的 不會 當時我們前中文台台長 我心想兩個字 不是兩個字 所以說 嘩 你大哥 你找我來搞嗎 就是 每個人都在罵你 推進去 我的心態是 我自己本身 對港台有感情 可能很多觀眾 或者現在看《惠老》 我不知道 我在1994年左右 我已經在五台有客串做一些事 香港電台第五台 做一些老人家節目 接著那幾年 我定期都會在香港電台第二台 一個杜汶惠節目裡面 就經常做他的嘉賓主持 但是我做得最多的是AM783 即是香港電台第五台 香港亂來 其實我很早已經經常在港台出現 而且我也做過香港電台電視部一些節目 包括《醫生與你》 我記得2003年沙士的時候 那年的《醫生與你》是我做的 明明到處大家都不敢出街 如果有記得的朋友 咳一咳 誰咳一咳 立刻被人仇視 立刻大家 很恐懼 很擔心 但我們還要去醫院 那時候我覺得很有使命感 因為我很尊重醫護人 還有我覺得《醫生與你》這個節目很好 我也真的看很多香港電台的節目 即使現在都是 聽和看 我是有一份感情的 所以他們邀請我的時候 我說可以 但你要給我構思我的節目怎麼做 我也很感謝他們給很大的自由 那時候我曾經構思過一個叫《同美》繼續走的節目 就是關懷一個社會基層和一些弱勢社群的節目 那個節目完全是我自己策劃構思和主持 都感恩了 拿了兩個大獎 我就說 如果你我可不可以把整個節目變成電台的節目 他們完全支持 結果一轉眼到現在就來做兩個多月 其實 feedback 都非常不錯 感謝大家支持 我希望大家給予一些時間 給予香港電台 如果大家覺得 香港電台過去的節目 可能有些地方大家不滿意 或者大家覺得香港電台有些地方做得不好 我覺得有則改之 而反正接下來 我知道現在香港電台他們都有一個全新的節目改革 沒錯 我覺得 我的態度也是這樣的 如果要改革 由他們自己電台去決定改革 但值得保留的就 繼續保留 最主要是我覺得香港電台真的陪著我們大 陪著我們成長 我和你差不多 沒錯 差很多年紀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有份情感 不過另外我很喜歡你的節目 跟校長聊天 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 為何你會在構思節目的時候 想到我們找不同校的校長 來講教育問題 是否就像剛才你所說 希望能夠給予多些訊息 給予多些正能量 我們的年輕人 或者透過教育 令到我們下一代更掌握 原來它的重要性呢 馬仔 我真心說整個節目的每一個環節 都是小弟想的 有兩個名字就是我監製他們幫忙 但那個環節就是我自己很早定了 為何呢 因為我覺得這些是缺少的 譬如說我們除了上學的時候 你還有幾可聽到校長說話 沒錯 除了組會的時候 我們很多同學或者大人 我們已經忘記了校長說話 校長的話這個環節 我正正想每一間學校的校長 我的目標是訪問全香港的大中小學 甚至乎是不同的 例如說騎術學校 陳念慈我也約了他 也是一間學校 即使我們紀錄部隊我也在約他 即是訓練學校 我們都會約他來訪問 每一間學校的校長我都想訪問 因為你一校之獎 我都想看看 由他們自己說 我們沒有生子沒有引導 就看看你這個校長 到底你的教育理念是怎樣的 還有我也想透過我自己這個節目 給多些朋友知道 其實香港有很多很好的教育 對 香港有很多很好的學校 很多教育工作者是很好的 很專業 不只是外國才有 這也是其中一個我想做 不過這個節目我覺得很受歡迎 因為我托你的要求 來找學校校長談 他說好 如果這樣我們都想 馬仔在節目裡說說 其實多些校長在不同方面可以聊天 不過我只要你想帶出他的訊息 希望香港多些正能量 希望多些不同的歡笑 或者開心給香港人 其實香港本來還有很多很正面的東西 本來就有 因為我們在香港大 不過問題有時候 到底我們著眼看了些什麼 沒錯 有時候有些事情不開心的 發生過的 我們當然知道 但是社會上面是否只有不開心 有時候我們去看不開心 看陰暗 不停去把注視力放在裡面 你慢慢會被它影響 如果有些客觀因素 我們沒有辦法改變 而它需要時間去解決的話 我們應該著眼看一些開心的問題 應該著眼看一些光明快樂的東西 那你的影響力就會繼續擴散 令到更加多人開心和快樂 而不是再不停去挖 為什麼不好 為什麼不開心 為什麼會這樣 有時候有些事情不需要再挖 有些事情我們容許它預合 無論是一個傷口也好 一個痛楚也好 你給它時間也好 反而我們將其餘的時間精力 你去找一些開心的東西出來 一些快樂的東西 一些光明的東西 去讓大家知道原來是這樣 我們還有這麼多的選擇 那不是更加好嗎 沒錯 不過我看到你在舞台劇方面 你的男人40 CEO很厲害 長一場都滿座 多謝你 你也帶了朋友來 當然了 我看了兩場 在過程中 其實你跟這班文化術工作者一齊 我看到你很有生命力 為什麼你對於舞台劇這麼有興趣 另外我聽說你明年有些大搞作 我明年有兩個舞台劇 兩個舞台劇 一個是re-run的 那個很大型 一個是全新創作 是 我想 我想 我喜歡 我是電視出身 唱歌和電視出身 但是 我很感激那段路 但是你說現在我最喜歡的 我沒有辦法否認 我最喜歡舞台 舞台 沒錯 因為舞台永遠我可以創造很多新奇蹟 一些不可能的東西都可以在舞台上出現 而舞台的那份藝術是最直接最真實的 沒有得修飾 沒有post production 沒有後期 effect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幫你 直出的 你做出來就是這樣 那一場是有瑕疵就是有瑕疵 那一場觀眾是喜歡就是喜歡 但我們都是要努力做十場 十場都要一樣 我想舞台的魅力是 因為我全部都是做原創的東西 我現在所有劇本都是我自己 我就不會做一些改編的東西 我希望未來有更多的作品 我們拭目以待 我覺得做舞台劇 是一個很喜歡很喜歡 能夠發揮到很多很多你的潛能的地方 馬仔 其實我知道你的土生土長香港人 也都在國內接受過北大讀的EMBA 其實你看國內的發展 特別是大灣區和十四五規劃 其實你看到我們香港的年輕人 或者我們香港不同界別的朋友 怎麼能夠在大灣區或十四五區裡面 更加好掌握這個機遇去發揮自己的潛能呢 其實我覺得一切你要始於了解 你要了解才有一載廣角 例如大家想去看十四五規劃 其實你可以由十三五開始看 你一直要看到底國家在整個規劃上 有什麼五年計劃 有什麼轉變 但你有沒有發覺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很多人都不掌握得到 你根本都沒有去看 你沒有去看你怎麼會知道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有很多疑惑 甚至乎再嚴重點 我說擔心或者恐懼 是來自我們不知道 是來自我們不了解 其實如果你了解 你有去過深圳 你多些去深圳 你去珠海 去廣州 去惠州 你去過廈門看 因為我之前有個舞台劇的巡演 我最後一站在廈門 還有剛剛前年的《金雞百花》 我有參展 我們去到廈門 你去看看 說沒用 我經常覺得我說太多給你聽 我見過的你未必會相隨 但你說我有沒有刻意去美化 我亦都不需要刻意去美化 反而我想是 如果香港年輕人 你真的想去內地 不要說年輕人 中年人也好 現在65歲都是青年 沒錯 我們是小朋友 如果我和你這些小孩子 我和你這些小孩子 我們想去發展 其實很簡單 有機會參加一些圈 去瞭解一下 我亦都建議 我其實很建議香港 我們政府也好 或者不同的團體 不同的政黨也好 其實搞多些刀流團 你沒什麼好得過你親眼給他見 當然我知道 其實已經有很多組織是有做 但是可以更多 沒錯 讀萬卷書 不如走盲利路 自己看過 感覺是否真的很不同 你真的不一樣 特別是我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和藝術方面 你去感受一下氣息 感受一下氛圍 不一樣 不是香港不好 我經常都說不是香港不好 我們香港很好 但是我們應該都要接受 同樣有很好的不同 內地不同的城市或者大灣區 依然有很多很好的設施 教育 藝術 甚至人民的素質等等 我們都要去發掘 去發言 我們自己好之餘都要去接受 其實很多跟我們一樣的好 甚至比我們更好 有比我們更好 我們沒有去學習 如果我們比較有優勢 我們可以不要亂識 我們去教人 沒錯 大家這樣才是交流 沒有說誰是聰明 交流的意思就是 大家去教學相長 去互相相負相成 去裏面找一些進步 我戲劇經常說 Give and Take 大家都要Give and Take 你不可以經常想著一邊 我永遠就是做Give那個 或者我永遠做Take那個 你永遠都不會出現一個 令人覺得很舒服的平衡 沒錯 這個事實 不過老實說 香港人真的要放眼國內 自己看過可能有感受也不同 特別在文化藝術方面 我自己的觀察和領悟 國內的發展是很快 而且很能夠設立社會的需要 我覺得這件事 有時候小民自己都可以主動些 我覺得你主動些 你等通關之後自己去旅行 你就玩兩天去看看 感受得到 你真的有些事情自己去看 有時候我覺得講太多 我未必可以說服到你 也不是為了要說服你 而是想告訴你 其實你多點見一下 你去見了先 你可以不喜歡的 你見完之後可能你也是不喜歡的 It's OK OK 沒錯 但是你為何不去看看 我看你以往的新聞媒體報道 其實你是一個很感恩的人 而且你是一個很用心的人 其實在過程中 你這個感恩和你發自內心 我記得我上次和你一起做食早餐的時候 你提過我 最重要用心 最重要有心 其實這個是不是一直都驅使 你在你在不同的領域裡面 所做出的一切 都用感恩和朋友 有用心這個方向 去建立你的事業 或者建立你的人際網絡呢 謝謝你 我想最主要是一件事 因為我和你 大家都是窮家 我真的很珍惜我擁有的每一件事 但我珍惜不代表我要拿著它 因為我始終都會死 在我的信仰裡面 我完全不恐懼死亡 我現在擁有的東西 遲早晚都會消失 我一離開這個地上 我什麼都不會帶走 但是我留下來的就是 我曾經留下來的 所以我覺得 做任何一件事也好 你有任何行動也好 你問你自己的心你到底想怎樣 你唯一騙不到人的時候 你先問了心 沒錯 我經常覺得 我今天做馬祝瑪做這麼多事情 我為什麼說我沒有東西害怕 因為我問心我真的沒有東西害怕 我問心我沒有東西害怕 我有什麼害怕 我從來做每一件事 我沒有為了什麼而做什麼 俗語一點說 我寸嘴一點說 我真的怕什麼 我真的沒有東西害怕 我最怕天父不收我 但我省了之後 我怕我不夠資格回天家 但其他我真的沒有東西害怕 我對得住天父我對得住地上的人 所以當我做每件事都沒有背負包袱的時候 我反而做每件事都很有衝勁和動力 反而在過程中影響身邊的朋友 令人感受到我做事的動力來源 最重要的是有時候做事是不為神 不是每次都要有求 每次都要有求 每次都要有求的時候 有時候你就會失去動力 就會很辛苦 辛苦不但你會失去動力 還有當你有求那件事給不到你的時候 你就會失望你 失望你就不做 但你無求 你做那件事是對的 你就要去做 不過認識馬仔的人都知道 你是一個很有自信 用生命影響生命 其實這是很難得的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訪問 很開心能夠訪問到我們一位的香港市民 這位香港市民 我住在九龍 其實我是九龍人 這位香港市民住在九龍 他跟我們都分享了很多的心路歷程 我們希望大家都更加繼續收睇 我們慰勞市政節目 我們下一集和翔和大家見面 好嗎 拜拜 和阿翔做完訪問之後 除了了解這個人近深 更加令我感受到他很有欺負 很有熱誠的人 他除了用生命的香生命之外 是更加提攜我們很多年輕人 可以在舞台上一展所長 大家記得希望一起努力 為了香港發光發熱